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树乡的泰山村 这个P&P的小部落里 隐藏着一间精致讲究的餐厅 老板希望不浪费每一样食材 所以是采取预约制 而且客人不可以点菜 因为根本没菜单 这个菜单都是在老板逛市场的时候 才会浮现在脑中 所以喜欢这家餐厅的客人 都非常信任老板的厨艺 而餐厅的温馨布置 也让顾客非常的喜爱 赶快跟着镜头去这家餐厅瞧 一大火快炒 待会客人要用的午餐 老板阿正师眼神专注地 看着他精心准备的新鲜食材 来到高树这间餐厅 顾客不用烦恼应该点什么菜 因为老板会用心去市场 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也只接受预约定位 食材才不会浪费掉 因为我这边是乡下地方 你没有这样 你菜 我今天准备这么多菜 但是问题 没有卖完 对不对 就没有办法 保持那个我们的餐厅的新鲜度 所以没有菜单 阿正师相当有个性 所以来他这边用餐的顾客 也都是认同他对每一道菜的用心与坚持 就是说我是把一般的艺术 像木雕 他是用他的雕工 把他的艺术呈现出来 我是把菜当作艺术在做 用我的感情 用我的温度 然后让客人去感觉到 虽说每一道菜都是阿正师的拿手菜 但是还是有特别受到顾客喜爱的家常菜 其实每一道菜都是我用心的菜 每一道菜等于就是拿手菜 客人喜欢吃我的就是乳猪甲 这间餐厅以大量木头装饰壁面 加上温暖色系的灯光 让来到这间餐厅的顾客 都能把这里当成是自家餐厅 享受无压力的用餐时刻 进来的感觉 这边的感觉 让人家觉得稳心 因为欧洲很多小餐馆 大概都是这种设施 那不管是不是复制于欧洲 至少他给我温馨 那他在这边的菜色呢 你会发现说 每一道都是很用心的菜色 虽然我不知道说下一道会出什么菜 但是至少他给我的菜色就是 火候都是那么恰如其分 都吃得多好 餐厅不但带给人温馨的感觉 口味也令顾客赞不绝口 尤其这间店的店名 对业者而言有相当大的意义 当年他为了陪伴母亲返乡开餐厅 为了让妈妈更开心 他将店名命名为老阿嬷的餐厅 到现在虽然母亲已经过世 但开这间店就好像妈妈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阿正师将对烹饪的兴趣当成他的职业 每天乐在其中他用心招待每一位客人 也希望客人进到他的店里来都能忘却繁忧 享受他用心制作的美味佳肴 评论新闻张鲁尼刘建荣采访报道 好 吃了家常菜 有这个很多民众喜欢吃火锅 不过市面上的火锅种类大同小异 想要吃点不一样的吗 接着要带您去吃很特别的火锅 离港一家香草餐厅 推出了口味清爽的香草火锅 顾客可以自己到这个香草园 去挑选喜欢的味道香草 然后再加上这个哈密瓜辣 把苹果 凤梨 洋葱和猪大骨一起下去熬汤 这个汤头是鲜甜又清爽 非常受到女性顾客的喜爱 业者在餐厅里种了许多香草 顾客跟随着工作人员一起到香草园来采香草 喜欢哪种香味自己挑 强调有机栽种无农药 所以香草只要将尘土清洗干净 就可以下锅煮 一颗一颗的苹果在师傅的快刀下 马上切成一块块 还有这个新鲜洋葱也准备等着下锅用 这间料理台有凤梨 苹果 洋葱 还有哈密瓜跟猪大骨 不过这些生鲜的蔬果可不是拿来做沙拉 统统都是用来熬汤 不过除了蔬果 还有这些新鲜的香草 才是整锅汤头的精神 这个是果香薯微草 它含有大量的水果香气 所以熬制在火锅汤里面 它的汤头会非常的美味 离港最佳香草园餐厅推出的香草火锅 汤头全都是用最鲜甜的水果 才能熬出淡淡的甜味 搭配各式火锅配料下锅煮 不油不腻 清爽又清香的口感 很受到女性消费者的喜爱 这个汤喝起来很清甜 然后喝起来口感很丰富 就是喝得到它的蔬果的甜味 然后我们刚刚有去摘一些香草 他有把它放进去熬煮 橙高汤这样 所以它口感真的一极棒 我们每一道料理都是用新鲜的香草下去熬煮 让现代的人饮食物化也可以做一些改变 除了香草火锅很受到青睐以外 店家招牌的料理还有这道迷迭香猪排 业者采用顶级猪排 先用黑胡椒加上迷迭香腌制 最后放到面粉盘上面沾粉 再浸湿蛋吃还有面包粉 下锅油炸后就可以起锅 看看这皮酥肉嫩的猪排 肉汁从切开的外皮浸润了整块猪肉 肉汁不老不干还带有浓浓的迷迭香 让顾客吃起来意犹未尽 欲罢不能 我觉得它有淡淡的香草的香气 我点的是迷迭香猪排 它里面连里面都还有看得到迷迭香的叶子 迷迭香就这个味道 很香很好吃 香酥好吃的迷迭香猪排 还有清爽的香草火锅 这些桌上美味的香草佳肴 都是可以让顾客先去植物园挑选的 享受DIY的乐趣 加上餐厅的美丽景致 在这里用餐 格外的悠闲舒服 评论新闻菜类科 李中文豪采访报导 去过沙特萌的民众都知道 沿着山路旁有很多家的土鸡城林地 号称是放山鸡 吸引观光客消费 而这些鸡的料理也很多变 在这些餐厅当中 算是海拔最高的一家餐厅 以招牌料理一品鸡汤 入获了无数掏客的味蕾 这道鸡汤光听菜名 还真的不晓得 这葫芦里头是卖什么药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一块去品尝 将鸡肉放进滚水里汆烫 接着再放进另一个锅子 加入地瓜 姜片 干贝 以及精华火腿下去熬煮半小时 最后再放进芥菜 这就是店家最自豪的一品鸡汤 一品鸡汤的话 其实它跟外面的 挂菜鸡不一样 不一样的点就是 它里面有放精华火腿 跟碎干贝 格力去提味 对 跟外面吃的挂菜不太一样 店家表示他们的鸡肉 是严选跑生机 肉质吃起来叫Q弹 搭配干贝火腿熬煮汤头 尝起来鲜甜美味 此外他们更加入山上的地瓜 还有特选芥菜 让这道料理营养满分 地瓜的话它是我们山上种的地瓜 所以比较大 然后它吃起来就是 它其实煮不烂 对 所以它就是吃起来 煮久了还是会QQ的 挂菜的话是我们用中部的挂菜 是会比较脆 比较甜 对 跟外面挂菜一般不一样 它是有机的 店家套路 10桌客人有9桌都会点这道一品鸡汤 因为不管是肉质或是汤头 都令吃过的客人顺着回味 嗯 很鲜甜 很鲜甜 那里面放的料是特别吗 对 有地瓜 还有挂菜 蛤蟆之类还不错 这边搭配起来还蛮滑顺的 不会说只有吃起来干干的 干涩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样的食材是还蛮天然的 然后做这样子的搭配吃起来还蛮甘甜的 还不错 好吃 很好吃 怎么说你们是从哪来的 我们是从台南 这间餐厅经营了十多年 业者喜欢研发创意料理 在菜单上多些变化 很多外县市顾客都会闻名而来 那餐厅位于半山腰上 辽阔的视野也是一大特点 景色优美 料理美味 也难怪常常高棚满座 成为当地最具人气的餐厅之一 屏东新闻 张铭 吕正好 采访报导 在屏东市广东路上有一家简餐店 因为需要个大袜 吸引了相当多的学生族群去光顾 尤其店内贩售的烤肉炒面 一大盘是比脸还要大的面 只卖35块 几乎是人人必点 还有学生为了要省钱 一个礼拜来吃三天 烤肉在铁板上煎得滋滋作响 而另一旁已经加入素蚝油 及洋葱胡萝卜炒过的面 在铁板上另外加上一大把青菜 翻滚快炒 等到香味四溢就能装盘上菜咯 这样一盘只要35元 这么一大盘分量的面 还有厚厚一片烤肉居然只要35元 业者说餐点薄利多销 所以吸引很多学生族群来消费 因为便宜好吃 然后又大碗吃得饱 一碗35而已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青菜 然后肉 还有面 多久 一个礼拜差不多两三次 超好吃的 味道非常的 口味非常的丰富 因为它是有点咸又有点甜的感觉 跟外面比起来 跟外面比起来的话 它的价格非常实惠 而且分量非常大分 这么大盘的烤肉炒面摆上桌 一盘只要35块钱 而且口味极佳 严学生正妹也直说超好吃 看看顾客们豪迈的大口吃肉 大口吃面 就证明了这烤肉炒面果然名不虚传 而店家也靠这盘面卖出惊人业绩 评论新闻张如云女正豪采访报道 不只是学生 我们公司的摄影师也是天天报道呢 好 继续要带您去这家经营了50年的老店吃肉丸 这里的肉丸很不同 纯手工制作的肉丸 搭配店家特制的甜味蘸酱 口感香Q十足 料都实在 从外皮就可以看见里头饱满的馅料 不啰嗦 现在就赶快带您去东港 去吃好吃的沙虾肉丸 东港的独特沙虾霸丸已有50年的历史 精盈剔透的表皮 丰富饱满的内馅 香Q的口感搭配上猪后腿肉 香脆的笋子 豆鼠 加上鲜美的沙虾路线 独特的丰富配料传承到第二代 依然屹立不遥 业者强调新鲜卫生才是沙虾肉丸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 创立于民国50年 就从我先生她 我婆婆她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了 就是已经50年了 我们的独特肉丸就是我们的皮比较薄 而且很透明 晶莹剔透 你看起来就有点像那个水晶角 皮薄嘛 陷很多嘛 而且料又实在 我们注重的又是卫生 因为现在什么都要讲究卫生 简单的独特地方小吃得以经营至今 老板娘认为是要靠不断的研发和改良达成的 虽然传统的独家秘方不变 但随着时间发展 客人的嘴巴越吃越巧 业者也要掌握客人的口味才会进步 让沙虾骂丸越做越好 我们都是现做现卖 像你们刚刚看的就是在做 我们就早上起来就一直做 就一直卖这样子 到晚上晚上7点才有收 原花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每天要试吃 还是要做的时候还要试吃 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 还有客人有什么建议的话 我们也是要吸收 吸收的话就觉得需要改进 我们就改进 老板娘热情的推荐 除了著名的沙虾肉丸 店里的其他产品 包括大肠和粉肠也是其特色 大肠是用正统大肠皮去做的 粉肠则是以鱼混着肉制成的 吃起来不但爽口不油腻 还有着浓浓的香味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东港 不妨来试试这充满人情味的 道地小吃 评论新闻补育亭刘建荣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你有吃过用蒸的烟熏茶鹅吗 一般市面上的茶鹅都是用水 把鹅肉煮熟之后再来烟熏 但是潮州有一家专门 卖这个茶鹅的老店 却是用水蒸器来蒸茶鹅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业者说因为这样才能够保留 鹅肉的原始风味 老板娘将鹅肉剁成好入口的大小 再用独门武器 也就是调味过的米酒喷个几下 才能把好吃的熏茶鹅 交到消费者手中 很入味而且很Q 而且又是潮州的特产 鸭肉的肉质非常多 鲜美因为它的原汁保留住 从小吃到大味道浓 这道潮州在地小吃 到底有个特别之处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到厨房一探究竟 有别于一般水煮后再烟熏的茶鹅 业者改采蒸的方式 将鹅肉蒸熟 不让美味因水煮而稀释 虽然需比水煮花更久的时间 但业者仍坚持蒸的做法 蒸的是更健康的做法 本身蒸的 接着蒸熟后的鹅肉 毛细孔都撑开了 这时候再放进独门卤之中浸泡 更能入味 叶子还说调味过的鹅肉 还要经过风干的过程才能叫Q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烟熏过程 这时候要不断翻动鹅肉才能熏的均匀 也是美味的关键 潮州之间烟熏茶鹅老店 靠着与坊间不同的蒸茶鹅好工夫 现在已经传到第二代 十多年来深受消费者青睐 光看厨房里的员工 不停忙着清洗鹅肉 爱有老板娘剁鹅肉的功力 就能知道这间店生意有多好 更是地方乡亲极力推荐的必吃美味 屏东新闻张鲁牛建荣采访报道 继续回到屏东市吃美食 在屏东县利体育馆的旁边 有一个充满日式风情的路边小摊子 卖的是一般的臭豆腐 其中还有一道白玉豆腐 很受到饕客的喜爱 业者是选用以豆花技术制成的白玉豆腐油炸 由于刀工以及火候控制的好 所以炸过的白玉豆腐 吃起来是外酥内嫩 在主角的过程当中 还会闻得到浓郁的黄豆香 是顾客必点的人气商品 就我女儿在为我试试看 过来买看看 这位妈妈第一次来买 冲着的就是店家的特色商品 白玉豆腐 它这批豆腐 是用所谓制作豆花的基础做成的 所以口感上来讲的话 会比较会软嫩很多 那也因为这样它其实不太好保存 这白玉豆腐相当软 不好拿也不好切 一旦破损会影响口感 所以业者处理非常小心 不管是切块或是油炸 每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切块下锅油炸后 还得再回锅油炸一次 如此一来不但逼出残留的油分 还会更为香酥 因为一般臭豆腐就是硬硬的 它这个是外面酥 里面是软的 就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很多人吃完吃到它之后 都非常压抑说 怎么可能这么嫩 那因为它制成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吃的时候 里面还会有一些汤汁 就是豆腐本身 制作豆腐 那个过程中的一些水分 那其实融合豆香的话 它会满像豆浆的 业者的手没停过 因为这白玉豆腐 是店内的人气商品 外皮炸得酥脆干爽 一口咬下松软带香气 再搭配业者特制的泡菜 以及独家的沾酱 绝妙的好滋味令陶客难忘 它吃起来感觉就是有一点 它是外面比较很酥 那里面是比较松软的部分 那跟一般外面吃到的豆腐 就是它是属于比较 外面的豆腐会比较扎实 那有臭豆腐不一样的味道 那它这个豆腐 你看它表面上就是 我觉得它表面上看起来 有点像淡煎过的感觉 可是它吃起来 有非常浓郁的那种豆香 然后可以就是想要一吃再吃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特地会 就是每次来就是会点这种口味 因为它真的跟一般吃到的不一样 我帮你拿一下酱料 那白玉豆腐的部分回去 我会建议可以先吃原味看看 因为它不是臭豆腐 所以臭豆腐 比较没有臭豆腐那种特殊的香气 那仔细咀嚼一下 它应该在后面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豆香 贴心的招导顾客怎么吃 才能吃出白玉豆腐的美味 业者李嘉敏是个77年次的大男孩 大学读的是资讯电子商务 他出校门后 从事半年的网络广告业务 但后来发现这工作 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于是利用四个月的时间自助环岛 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环岛期间热爱画画的他 用画笔记录了他所到过的足迹 也体会到做任何事都要用心的态度 由于家里从事餐饮 从小耳濡目染学的好功夫 所以毅然投入小吃行业 虽然只卖臭豆腐以及白玉豆腐 但具有美工天分的他 将小摊位打造得充满日式风格 因此小摊位相当引人注目 至于让顾客都说赞的白玉豆腐的好滋味 那就得等你亲自来品尝就会知道 评论新闻菜地话李壮豪采访报道 吃完了路边摊的白玉豆腐之后 来吃这家餐厅的招牌甜点手工麻糬 这麻糬吃起来的口感不像一般的麻糬 软Q的口感因为有炸过 所以这个麻糬的外皮酥脆 内馅则呈现松软的口感相当特别 加麻糬放进油锅炸得金黄酥脆 接着裹上花生糖粉 店家的招牌甜点手工麻糬就能上桌了 好脆喔 好吃 瞧顾客们吃得津津有味 这麻糬滋味如何 来听听人可以怎么说 没有那么好Q也没有那么黏 很好吃就对了 好吃 它比较脆 而且奇怪这个味道 它的口感 蛮好吃的 顾客一口接一口欲罢不能 大多反映这道美味甜点 吃起来的口感与一般麻糬不太一样 原来这秘密就在于麻糬 并不是常见用糯米或小米制作的 而是使用厚片吐司 我们是先把一整整条吐司 然后去切块 然后去腌制牛奶 下锅油炸之后 我们会裹上花生粉 自己做的很特别 跟别的地方 跟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感觉一样 就让人家吃到 比较有新鲜感的感觉 原来浸泡过鲜奶的吐司 炸起来外皮酥脆 但内馅软绵 吃起来有点像是麻糬 所以店家就将这道甜点 取名手工麻糬 而不是炸吐司 当顾客知道这麻糬 居然是用吐司做的 都觉得很新鲜 它比较酥绵 绵绵的 像一般的麻糬 是绵绵QQ的 那我如果跟你说 这是吐司做的 你相信吗 不相信 为什么 吃不出来 吃不出来 这是吐司做的 真的 很特别 特别 这有点像老皮嫩肉 的那种感觉 那我现在如果跟你说 它其实是吐司 你会觉得 我看出来了 店家说他们讲究真材实料 吐司使用鲜奶厚片 在浸泡于牛奶中 所以制作过程都不添加水 此外花生粉也相当讲究 特别到云林北港 去找寻品质最好最香的花生粉 衬托奶香更对味 让顾客一吃就忘不了 还会再度来品尝 评读新闻 张维侣正好 采访报道 嗯 连续吃了两道油炸的美食 来吃冰冰凉凉的绵绵冰吧 说到绵绵冰哦 来行人都咋呀 屏东夜市里 有一家道地的绵绵冰老店 都是食材加刹冰一起调配的 吃起来不但是饱有食物的香味 还可以吃得到颗粒 这是老板从北部学习来的技术 在加以改良 所以就成了南部少见的泡泡冰 也让这家店一开就是六十多年 还是天天门停若时 把刹冰切碎的冰块放进熬煮到软嫩的花豆 接着用搅拌机成型人的方式不停的绕啊绕 直到碎冰变成绵状 远到连一小块的小碎冰都看不见 就能端上桌 因为有点怀念以前的味道 因为我本来是屏幕人嘛 后来当离屏幕 每次回来就会来吃一下 很绵密 很香 感觉很好吃 和北部一般用桃碗汤匙 搅拌的绵绵冰不同 屏幕夜市里的这一家老店 首创以机器搅拌 让冰可以更加入味 口感更为绵密 就算是老人家也能吃 我们把料跟那个冰 我们冰要特别的细 这样和在一起 攪拌均匀这样 就成为一杯冰 最近开了60多年的泡泡冰店 店里的花豆花生口味 是顾客上门一定会点的招牌 靠着这两个口味 老店走过了一夹子 老板强调吃了研发新口味 这两种复古风味不会变 要让各个年龄层的客人 随时都能够品尝到老滋味 屏东新闻菜地瓜李壮豪采访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想要知道今天所报导的店家资讯 欢迎民众上到YouTube 搜寻屏东美食APP就可以了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